大概是从98年到99年的一段时间里 我从几本不同的杂志上 都看到了关于新一天屠龙记的宣传或介绍 它是至冠即将发售的新游戏 据说战斗的时候可以自由选择回合制还是及时制 张无忌小时候的坎坷经历 长大后的武功盖世 以及跟身边的几位红颜知己的感情故事 都会一五一十的呈现出来 当时立刻就被吸引住了 八九十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 是全华语地区的娱乐盛品 任何电影、电视剧以及游戏 只要挂上金庸小说的书名 首先便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 产生一种想看或者想玩的冲动 更何况此后又陆陆续续地从一些网站上 看到了更多关于它的资料 以及一段演示篇 感觉画面细腻 过场动画精彩 据说还有炼药、物品合成等新系统 让我相当期待 可是游戏的开发周期远比想象的要长 一直等到两千年 等到我都几乎将其遗忘的时候 它却突然上市了 售价69元 那个年代的游戏 就必定会上市 要知道广告可是有时效性的 花的钱不能打水票 可是新倚天屠龙记从公布之初到上市 相隔了那么久的时间 想想也知道 肯定是在开发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才会导致进度如此落后 但我还是很有兴趣 俗话说越成的酒越香嘛 也许是个神作呢 游戏开场时候的画面很漂亮 看上去像是石派的景物 结合电脑动画混搭组成 这里是一座极北之地的荒岛 武当派的弟子张翠山 天鹰教的堂主殷素素 以及金毛狮王谢迅一道 流落在岛上 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挺复杂的 张翠山和殷素素的门派虽然敌对 但他们俩好得很 结为了夫妻 而金毛狮王的眼睛 则是殷素素弄瞎的 他本来就情绪不稳定 眼睛瞎了之后 更是经常发狂 随后张无忌出身 并且任谢迅做了干爹 小孩一天天长大 张翠山夫妇也开始考虑回到中原的问题 总不能让张无忌也老死在孤岛上 某天刮起了北风 一家三口赶紧搭乘小木筏 准备趁着大风的盗返回中原 谢迅则独自留在了孤岛上 三人在海上并没有遭遇什么风险 漂流了数天后 碰到一艘大船 得以顺利的返回中原 上了岸反而危机不断 几个人遇到了假扮成蒙古兵的武林人士 在纠缠中 张无忌挨了一掌 受了严重的内伤 两人只能赶紧带着他 去到武当派 找张三丰求救 却刚好遇到大事件 各个门派都跑到武当山上 询问金毛狮王谢迅的下落 因为谢迅的手上有屠龙刀 而且得罪的人太多 是众师之地 随后发生的事情 读过原作的都知道 为了不透露谢迅的行踪 也因为殷素素和武当派的 御代言之间的成年恩怨 他和他老公张翠山双双自尽 只留下了年幼的张无忌 跟在张三丰身边 武当派的那些师叔 都把张无忌当了家人 讲道理 他的成长环境倒也是不错的 问题是张无忌刚到中原的时候 被人打了一掌 身中其毒 并且毒性已经蔓延到了五脏六腑 张三丰随后的两年 一直替他驱寒 但是治标不治本 眼看张无忌是越来越不行了 想来想去 张三丰决定带他去一趟少林寺 看看能不能借到少林的九阳神宫 只有九阳神宫里面记载的内容 才有可能彻底驱散张无忌体内的毒素 让他活下来 游戏至此也正式开始 之前好几十分钟的情节都是铺垫 几乎没有能够操控的部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 倚天屠隆记的剧情那么复杂 总得稍微交代一下前因后果 否则眉头眉尾的让一老一小两人上路 好像是有点说不过去的了 那个年代的很多游戏 都会受到暗黑破坏神的影响 新倚天屠隆记也不例外 各种物品道具 不是用鼠标直接点在上面就可以拿到的 而是点了之后 东西会先从容器里面弹出来 掉在地上 然后我们去捡 用这种方式拿一些箱子或者罐子里的道具 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别人给我东西也是扔在地上 就总觉得怪怪的 比如张三芬某次问张无忌 愿不愿意练练太极拳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他拿出一本太极拳谱扔在地上 然后转身离开 看上去相当的诡异 当初宣传的时候 说这个游戏有许多创新之处 比如物品不再显示名字 而是真的东西就在眼前 我们可以在这个框子里 找到自己觉得合适的位置 把东西摆放进去 或者是直接点在东西上拿出来使用 看上去很不错 真的就像是我的随身背包 最初的体验也确实不错 但是随着身上的东西越来越多 背包里逐渐乱成一锅粥了 同样的物品之间还无法叠加 想要一件一件的整理出来 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只能乱七八糟的放在一起 随它去了 好在游戏里也给出了一个列表方式 可以通过名字查看物品 比较好笑的是 玩到中后期 我居然经常能够从如此混乱的背包里 准确的把想要用的东西抓出来 每次精准抓取的时候 还挺有成就感的 在玩了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了个问题 这个游戏的画面 怎么跟当初宣传片里的 好像不太一样 刚开始的北极荒岛 确实很漂亮 但是能够自由行动后 发现很多的场景 就比较的一言难尽 特别是室外场景 经常能够看到 大量不协调的物体 堆放在画面上 这里还要稍微解释一下 90年代中后期 随着游戏解析度 和发色数的提升 各种全新的用来开发武侠RPG的引擎 也是不断的出现 与此同时 厂商的美工实力也开始分出高低 比如说大宇的那些作品 每一款的画面都非常精致 《轩原剑3》当中的大唐 法国 以及阿拉伯风情的场景 至今我都印象深刻 但同时 也有很多场景不太精致的作品 比如说《新绝代双鸟1》 和《鹿顶记2》 它们都是属于好游戏 只是画面就不那么的讲究 会有明显的拼凑感 而《新一天屠龙记》 在宣传阶段 给我的感觉是个画面相当精致的游戏 可是发售后看到的 却是类似《绝代双鸟》和《鹿顶记》的那种拼凑感的场景 当时就挺失望的 也非常不能理解 我记得还特意去翻阅了一下老杂志 果然之前的画面 跟成品是不太一样的 并不是我出现了幻觉 事实上 通过后来看到的资料得知 游戏原本是由志冠旗下的 匹里马工作室负责开发的 但是在开发的过程中 团队出了状况 据说是一位重要的项目负责人离职 导致开发工作完全停滞 最后没办法 志冠只能把这个项目 交给了另一个工作室 新广部 他们用开发鹿顶记2的引擎 把游戏从头到尾重新做了一遍 怪不得看上去很有鹿顶记2的感觉呢 说实话 老生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引擎 总觉得许多场景 无论是颜色还是布局 都不是很协调的 但是没办法 既然已经买了 那就坚持继续玩下去吧 张三丰带着张无忌 连夜奸程赶往少林寺 路上看到两个胖子 一左一右站在那里 也不说话 去点了一下其中的一个 结果你猜什么着 进入战斗了 哦 原来他们是路上的普通怪 当时觉得很吃惊啊 难道这个游戏里的敌人 都是需要我自己撞上去 才能够进入战斗的吗 还好并非如此 通往少林寺路上唯一的敌人 就是这两胖子 可以打 也可以不打 大概是相当于 给我们练练手的意思 此后的迷宫 就彻底变成了暗雷系统 走几步路 踩一个雷 再也没有站在路上的敌人了 跑到少林 吃了闭门羹 毕竟九阳神宫属于不传之秘 即便张三丰说 用同等的武功去交换 也没有得到少林高层的同意 那没有办法 总不能用巧的呀 一老一小在回去的路上 碰到了常玉春 他正被蒙古士兵追杀 在张三丰替他解为患 常玉春主动提出 带张无忌去找隐居 在蝴蝶谷中的胡青牛 他是当时著名的神医 应该有治疗的办法 常玉春这样做呢 一个是为了报恩 二是他自己 被人用很厉害的武功 劫心掌打了一掌 身受重伤 不医治的话 同样会领和办 只不过胡青牛的脾气 暴躁又古怪 是出了名的见死不救 任凭常玉春好话说近 最后还是没能谈得拢 被胡青牛赶出了屋子 常玉春本身就是 勉强支撑着来到蝴蝶谷 哪还有力气离开 直接倒在了门口 张无忌心急之下 体内毒素发作 也晕了过去 胡青牛一看 却来了劲 他觉得张无忌体内的 阴寒之毒很奇特 寄养之下 又对他进行了救治 醒来后的张无忌 看到常玉春还倒在门口 胡青牛根本就不打算救 那没办法 只能自己动手了 之前游戏里 虽然也有一些 能够操控的部分 但实际上到这儿 才算是正式开始 张无忌需要先做一个竹针出来 替常玉春针灸 还需要做专门治疗 结心掌的丹药 才能够让常玉春不死 做竹针还比较简单 只需要先找到竹刀 再找根竹针 然后用画面上的这个工作台 就能够做出竹针 单药就比较麻烦了 通过一本医书可以得知 需要用正风丸和烈火丸 合成到一起才行 但正风丸和烈火丸 都不是直接就有的东西 也需要合成 正风丸需要用青蛇 加防风合成 烈火丸需要用大蒜 加鹿绒合成 这些东西必须到处去找 屋子前面晒药草的架子上 几间破房子里边 以及山谷后面的竹林里 小湖边 都是我们可以找东西的区域 每到一个地方 就得用鼠标买屏幕的乱点 因为点着点着 可能就会突然跳出一个道具 或者跳出一个骑士 叫我们砍竹子啦 挖地洞啦等等 好不容易找齐了全部的材料 制作出竹针 以及结晶长解药 用这两样东西 真的治好了常玉春 由于之前找材料 耗费了很多力气 因此最终把它治好的那一刻 别说还真是挺有成就感的 随后张无忌就留在了谷中 胡青牛替他驱散寒毒 也跟他探讨一些医疗跟学位的知识 当年倚天屠龙记原作 给我的最大感受 就是张无忌这个人吧 长大后的他跟小时候的他 简直判若两人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性格 小时候表现得极其聪明又有主见 像个神童一样 在与胡青牛一天天的相处中 不仅学会了各种高明的医术 还能现学现用 很快谷里就来了三个怪人 一个头发脱落 头皮红肿不堪 一个满脸长满了笼包 还会吐黑血 另一个被人逼着吞下了水质 肚子一直疼 接着峨眉派的季小福 带着他的女儿杨布回也来了 没说几句话就晕倒在地上 这些人各有各的症状 统统需要救治 其中季小福的病 需要去古后面的湖里 钓一条寒潭白鱼 给他一吃就好了 当年我在这儿钓来钓去 始终都是普通的鱼 死活就是没有寒潭白鱼 偏偏钓鱼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需要先耗费很多的时间去挖蚯蚓 一条蚯蚓才能换一条鱼 在连续钓不到的情况下 心情就很郁闷 最后我灵机一动 要不然带着蚯蚓站到湖边 先存个档 一旦没钓到就退出游戏 再反复的读这个档 结果真的有效 因为钓不钓的档完全是随机的 读了七八四档之后 终于有一次钓到了寒潭白鱼 这个事儿印象特别深刻 觉得自己很机灵 刚开始替常玉春治病 还挺有成就感的 可是随后不断不断的替人治病 就比较的无语 我原本以为这个游戏 应该是那种画面精美 敌人设计出彩 武功招式繁杂的经典RPG 可是怎么玩着玩着 一股模拟医生的味道就出来了呢 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 炼丹救人只是开胃菜 马上就要进入真正的武侠RPG时间了 不要急 好不容易把这些人一一治疗完毕后 蝴蝶谷又遭遇大的变故 刚刚才救活的纪小福 被灭绝师太一掌给打死了 张无忌只能带着他的女儿杨不悔 赶紧往外逃 姬小福曾经说过 杨不悔的爸爸杨潇 住在昆仑山里的一个什么坐望风当中 于是张无忌带着杨不悔 两人往昆仑山方向跑 一番机缘话 真的来到昆仑山上的昆仑派 杨潇其实还并非昆仑派的人 因此见到的只有昆仑派的掌门何太冲 刚好他的小气也病倒了 脸肿得像个满头 当年看到这段剧情 我是两眼一黑 知道接下来又要开始找东西治病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就算把全部的药品都调配好 最后还是需要选择一样东西作为药饮 才能够让药起效果 如果选错了药饮 即便前面的配方都是正确的 小妾服用了之后也会死 接着怒火攻心的何太冲 就会爆起攻击张无忌 这是一场肯定打不赢的战斗 也是游戏里唯一一次因为治病 可能导致的game over结局 就像小妾话 何太冲原本对张无忌是非常感激的 可是这个时候 正防班淑贤跑了出来 不但直言就是他下的毒 还叫何太冲杀了张无忌 何太冲是个怕老婆 听到班淑贤这么说 居然真的就准备动手杀张无忌 还好杨潇急时出现 拦住了何太冲 几个人行之半山腰 张无忌把季晓福死的事情告诉了杨潇 伤心的杨潇带着女儿杨不悔离开 张无忌则独自上路 在原小说里 张无忌还要经历许多事情 最后才会掉下悬崖 游戏则进行了大幅简化 变成了班淑贤带着人马过来追杀他 张无忌孤身一人 又不会武功 被直接打落了山崖 掉下去的张无忌没有死 山谷里到处都是猿猴 其中一只好像生病了 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于是嘛 哎你懂的 又得找东西治病啊 还好这是游戏里最后一次治病了 张无忌从猴子的肚子里 得到了一本九阳神功 刚好可以驱散他体内的寒毒 并且在此后的几年中 还练就了一身绝世武功 五年后张无忌神功告成 找了一处比较薄弱的山壁 一拳轰出个大洞得以脱困 脱困后的张无忌 其实还经历了不少事情 游戏里则直接跳到了各大派 围攻明教的总部光明鼎 这里有一长段动画 将各大派弟子跟明教教众厮杀的场面 都用CG动画做了出来 咋一看还挺壮观的 可是仔细看却会发现 这些人好像都在做着同样的动作 好吧 即便是在做同样的动作 也还是能称得上赏心悦目 那个年代可不是每个厂商都能像史克威尔一样 把CG动画做到极致的 新一天图隆记作为只卖69元的中文武侠RPG 不说别的地方好不好 至少他能够在里面穿插大量的动画 就已经挺难得的了 张无忌的老妈 原本就是明教的人 而且他从小看多了各大派干的坏事 对于这些所谓的明门大派感到厌恶 又看到明教这边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白眉英王在场中心苦苦支撑 讲道里此人还是自己的外公 思来想句话 他最终还是选择站在了明教一边 原作里的这一段描写 堪称是整部小说最精彩的高潮部分 但是过程也非常的复杂 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 事实上游戏也根本没有打算解释清楚 让那些人登场 贴个差不多的头像 然后说他们该说的台词就行了 默认大家都读过小说 在这里还会遇到小招 他也算是原作里最重要的几位女性角色之一 第一次登场的时候 左眼小右眼大 鼻子和嘴也是扭曲状态 歪在一边 看上去很吓人 但其实是在故意扮丑 他的丑脸形象倒是还原的相当到位 让原作里的那些描述越染指上 事实上游戏里大多数的人物头像 都很难用赏心悦目来形容 女性角色也是如此 只有周芷若的头像让我觉得还算漂亮 过期制作组也觉得这个头像利会算是最成功的 封面和宣传画上基本上都有他 在明教和各大派周旋的过程中 张无忌和小招会因为某些原因 短暂的被困在地道里 下方通路的墙壁上有个隐藏的机关 就在画面看不见的地方 需要用隐藏道具振笼石才能够打开 当年我身上还真就有一块振笼石 这个还是张无忌小时候在蝴蝶谷当中得到的 屋子外面有一只鸡 要不停的喂蚯蚓给鸡吃 然后他就会从地下挖出个振笼石给我们 在随后的旅途中 这块石头一直没有任何作用 我的背包空间又有限的很 几次三番的想把这个鬼东西给扔了 还好忍住没这样做 利用阵笼石可以打开密道 进入新广部 也就是游戏的开发部门 这里能够跟制作人玩各种文字游戏 获得一堆的好东西 还能够听到关于鹿顶机2和第七封印的事情 算是为自家的其他两款作品打了个广告吧 墙上会发现拳皇99和古墓丽影的海报 那个年代很多的制作人都是格斗游戏的爱好者 因此经常在武侠RPG中看到一些致敬的场景 在侠客风云传3的酒馆里就能够看到酷似街坝当中的龙和啃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白人和红人坐在那里喝酒聊天 在天体节的初代当中 甚至直接套用了很多拳皇的音效 还能获得一位跟恶狼传说里的望月双脚 几乎一模一样的同伴 当然了 开发部的小彩蛋只是为了让我们乐呵乐呵拿一些物资 最终还是要在光明顶上恶战各路英豪 这场战役名叫死伤惨重 但总算是在张无忌的帮助下成功击退的强敌 张无忌也在随后不久被推选为了名教的新一任教主 大体内容都跟原小说的差不多 然后游戏结束了 当年看到结尾字幕跳出来的时候实在是意犹未尽 虽说好像是从张无忌小时候一直讲述到他当名教教主为止 也算是节选了比较完整的一段情节 但实际上删结了大量的内容 能够逛的城镇也只有昆仑山脚下的唯一一个 五六个小时就足够通关 作为RPG来说实在是太短了 我个人的感觉是刚刚进入佳境就立刻戛然而止 简直玩了个寂寞 后期能够看到太多感攻的痕迹 至于原因嘛 我想还是因为更换了制作组 一切都太匆忙了 它里边其实是有不少值得称赞的地方 比如除了战斗之外 还需要开动脑筋制作物品 找材料炼药等等 如果能够跟游戏本身结合的更好一点 流程更长一点的话 我认为绝对可以迈入佳作的行列 成为经典武侠RPG 被各大怀旧论坛供奉的 顺便一说 新一天屠龙记的音乐非常非常好听 这些年一直存在我的手机里 经常在路上听 当年志冠有一个超牛的音乐制作人 蔡志展老先生 他老人家替武侠游戏做的配乐 简直好听到给耳朵按摩 其中最最巅峰的作品 我认为一个是武林群霞传 另一个就是新一天屠龙记 另外本作的结尾是有一首主题曲的 当年我也觉得非常好听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不妨去搜索了听听看呗 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另外老孙的频道空间里 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